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 把时间交给刘洋 好的 英文 我们看到波兰和美国方面就增加美国驻军问题 进行相关的谈判 那美国到底该不该扩大在波兰的军事存在 另外波兰热情的邀请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 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相关分析 首先是英国媒体路透社 波兰愿充当美国的马前卒 目前在波兰境内看到驻扎有约4500名美军士兵 波兰国防部长就表示说 两国决定扩大美国驻波兰军队的人数 波兰此前建议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常备美军装甲坦克师 并且表示愿意为此来提供15至2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 那该提议是在北约框架之外以双边形式提出的 许此同时看到波兰还希望美国在其境内建立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 那舆论就认为说波兰抱紧美国大腿 甘愿充当美国抗衡俄罗斯的马前卒 大家看俄罗斯媒体怎么看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增兵无异于提高欧洲的安全水平 我们看到波兰方面就认为说 加强美军在波兰的永久存在是有利于北约东部力量的巩固 而且还可以促进美国在波兰国防工业的投资 更加能够维护波兰的安全 而俄罗斯方面呢 俄罗斯外长就明确表示说 美国增兵波兰是无异于提高欧洲的安全水平的 这是对俄罗斯北约基本文件关键条款的破坏 那该条约规定说在北约新成员国境内 不得长期部署大规模的武装力量 莫斯科对华沙华盛顿谈判情况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来看下一步会怎么发展 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国家利益 对俄形成压制优势 我们看到美国军队在欧洲的部署 并不足以来确保北约能够抗衡俄罗斯 而北约需要组建一道新的铁幕 来彻底杜绝俄罗斯的威胁 美军在波兰的永久驻扎 将是建立可靠和强大威慑网络的关键 一旦美国采取行动 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可以会在波兰增加部署 那这样能够迅速地对敌对行动做出反应 对俄军形成绝对的压制优势 但是俄罗斯主张通过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制定措施 以增加双方的信任 俄罗斯既不会攻击波兰也不会攻击任何其他的北约国家 所以我来看法国媒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波兰加强军事现代化 我们看到除了邀请美国驻军之外 波兰还在大规模地从美国来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 波兰计划把2026年前购买的这些新式装备 主要是部署在波兰的东部朝向俄罗斯方向 最新报告显示说去年以来 波兰以所谓的孔俄为由大幅来增加军费 军事专家就认为说 波兰打着应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旗号 一边是靠拢美国阵营 一边加强本国的军事现代化 作为北约与俄罗斯对抗的第一线 即使美国继续增加在波兰的军力部署 也难以提升其安全性 反倒会使地区局势更加的复杂化 好 这部分焦点是这样 时间交换给一封